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可以下载到这样的一份讲义 那么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叫做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它后面写的是维基 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就在这边找的 这样子 点点 然后找法家 然后找韩非子 那么我就是在这里 这个一个答案一个答案的下载 那么现存的韩非子的书 它的章节的次序 这个好像过去的编辑的 学者专家们就已经有不同的次序 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次序是一个次序 那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 备课的时候 我用的那个白话注解 其实是另外一个次序 所以表示韩非子的这个文章是有留下来的 它的偏次 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偏次 那这不是重点 那总之就是说 我现在用的这个偏次 这个次序 是这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这里面的这个次序 它也是某一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就比较从这个 好像历史事件发生的进度来介绍 韩非子的这个思想 从他去见秦王 这样子 然后跟秦王说服 然后呢 这个 希望不要攻打韩国 要促使这个秦国 这样子 结果李斯人不赞选 然后 他们俩在辩论 然后之后呢 这个才是一篇一篇 韩非子的文章 那另外一个版本 它的次序 一开始就谈比较重要的这个理论 韩非子这个 显学篇 对儒家跟诺家进行了一些理论的批判 好 那就次序不太一样 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用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次序 就比较 我觉得是从浅到深 把韩非子的理论这样 铺成形 那我计划这个 我们一次上六个小学的话 那我希望能够三次把它上一下 那这个 当然上到后面 东西太多 我们就检阅 择药 给它跳过 那我很想跟各位老师分享 这个 这几天在银行非子的这个 过程 我心里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在我过去做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的时候 当然都先攻尖嘛 那什么是尖呢 就是难嘛 那什么是难呢 佛教是最难的 其实是道家 其实是儒学 到了儒学 已经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东西了 那像法家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属于 要跟他讨论 那么在过去攻坚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 读到禅宗的语录的时候 就 我常常这样讲 读到儒家的东西的时候 就直接看 就直接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也有很强烈的 这个儒者的性格 读到老子的东西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的智客 领导者就是要领导人才 那人才呢就是好胜 所以老子就都在告诉你 怎样去指挥这些好胜的人才 因为好胜的人呢 有很多个性上的缺点 所以我读老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体会很深 也蛮高兴 好像老子都在替我骂人 因为我周围 都是很多优秀的人才 然后人才呢就是有一些缺点 我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有一个 好像本来就理解的 一些技巧 跟优秀的人才相处 虽然他们很好胜 但我不会跟他们一起充足 并且能够让他们的这个 长才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我也觉得 我本来就理解老子的东西 可以操作 所以呢 我读老子的时候也觉得很愉快 他就好像 替我讲我 放在潜意识里头 没讲出来那些话 替我骂人 发信发信 这样 你在读庄子的时候呢 就觉得庄子 解脱了一些我的一种 儒家的仁义以悦 那种好面子啊 好形象啊 爱护形象啊 有这种负担的束缚 解脱这些束缚 所以庄子哲学就是 画出矜持的哲学 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一些 自以为的很重要的社会的形象 加注于自己身上 形成一种身心的束缚 给他放下 你读庄子的时候 就越读越快 但是唯独就是在读禅宗的语录的时候呢 读一句懂的时候 就觉得是自己哀骂的时候 所以懂就是我懂 而这个东西我没有做到 我懂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做到 因此我懂 我就懂到了那个比较深入的层次 而不是一个表面的层次 或者是我没有跟他相应 我懂的时候就是我跟他相应 我相应的时候我就有理解 其实我没有做到 我做不到 还差得有 所以读禅宗语录的时候 就一直读 一直处于那种忏悔的状态 就那个人性的那个心思的细腻 还在一些事情上执着 好 这个 只有这么一次 就读禅宗的时候 觉得我没做到 犯错 可是我跟各位老师报告 我在读韩非子的时候呢 第二次感受到 我从头到尾都在犯错误 作为一个机关的领导者 机关的管理 我犯了N的N次方的错误 几乎都不断的犯错 所以韩非子所讲的 怎么样做管理的领导者 应该注意的管理的原则 才能够使这个机关运作 有效率甚至茁壮强大的那些原则 如何跟大臣相处 如何统律部下 韩非子讲的这些原则 当然我们可以跟他争辩 以他的原则为标准来看 那我这次过去我也做过学校的行政主管 做过不少人主管 我在很多事情上 其实都不符合韩非子所说的 这样应该有个 领导者的做法的原则 所以我在读韩非子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非常有意志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要求我自己要把韩非子搞清楚 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做 中国管理解决的研究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从儒家道家或佛学 其实属于最高层次的智慧 世界观的一个理解 那这个最高层次的智慧或世界观 清除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属于比较用的层面 比较技术的层面 这个比较用的层面 比较技术的层面呢 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系统 像人物质疑 人事管理 易经六窑的阶层管理 那这些就是属于比较具体的应用的层面 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情境下 会有什么状况 应该怎么反应 那人物真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什么类型 他会有什么反应 因此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用它 或管理它 那我就觉得说 这些应用层面的 这个管理的知识呢 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在具体的层次上 让我们理解如何操作 但是我后来就意识到一点就是 我始终忽略的这个绑架 应该在中国管理学的层面上 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重要的角色 那我记得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有跟各位老师报告 为什么要谈绑架呢 关键就是 他是一个为组织目的的管理人者 管理哲学 为机关目的的管理哲学 其实人是工具人 除了君王以外 其他人都只是工具人 为了组织机关国家的强大 那如果是儒家的话 我自己要成圣成贤 我固然也是大臣 也是做之师 不是做之君 君子有君王可以 我固然也是大臣 但也有我生命的意义在 所以呢 这个儒家的哲学呢 是从知识分子 从君子的角度 谈整个生命意义的这个管理 当然也要国家强大 但是呢 这里面个人的成长 是目的 至于老子的领导者哲学呢 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在任何场合 扮演领导者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智慧 所以也是个人的 不一定是团体或 就是个人成为圣人 那庄子根本就是体制外的哲学 不要体制的 所以我们讲的所有的领导 请注意一定是在体制内才讲的领导 没有体制你很难讲的领导 那庄子就是体制外的 所以根本就不要有这个领导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 以体制外的自我的生命的认定 作为生命的意义 都不以体制内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生命的成就 所以庄子呢 这个也是个人性 不是组织性 不是团体性 那至于佛教禅宗也好 大圣佛学也好 佛教是有世界观的 但绝对不是一个家国天下的体制 佛教是个人的绝对的觉悟 成佛就是个人的最高智慧的觉醒 觉悟 生命在一个永恒的智慧的 没有烦恼没有束缚 又能够帮助别人的静静状态 所以呢也不是为主之目的 还是个人生命的终极静 所以这些呢都没有特别的为主之目的 只有易经最接近 因为易经就是一个阶层体制 人物制也是一个阶层体制 所以这个管理呢 放在机关管理 国家管理 包括学校管理也是一样 政党管理 政府管理 公司管理 这种机构管理的话 那么易经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人物制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而易经跟人物制呢 是从不同的角度 易经从位阶 人物制是从人事 但是整个法家哲学呢 也是这一种为主之目的 体制目的的管理 他就从什么角度呢 就从领袖 领导者 国君 董事长 这个总统 甚至校长 这样子 主任主管 就是从主管的角度 去谈一个机关的管理 那么应该要有的一个技巧 原则 原理 然后在看这样的一个原理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内在本来懂的东西 可能是孔子跟老子的一套东西 也许后来学了一些 佛学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这个体制里面 那这个 但是却没有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却没有 为主之目的 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我在读这个 韩非子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自己觉得非常的受用 而且我也认为 那个 在讲中国管理哲学的时候呢 这是不能够缺乏的 一个区块 至于我过去 对于这个法家哲学的 这个印象 反正就重法 重树 重世 然后呢 这个富国强兵 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 倒没有细节的去进入文本的阅读 那么也有不少 在哲学史上的一个讨论的定位 认为这个法家呢 不是一种终极理想的 最好的哲学 法家的目的性叛强 就是唯一 就是为君王而服务 那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多少有一些批评 批判的意味 就比较有稍微负面的这个定位 那我现在好好的仔细读 韩非子的这个 文字之后来看呢 我认为应该替韩非子做一个澄清 这个目的就是要国家强大 然后呢 讲话的对象就是国君 告诉国君 怎样这个管理整个的国家 管理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 韩非子也没有主张说 国君把国家弄强大了以后 可以去攻打别的国家统一天下 他也没有讲这个话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制 如何建立其 一个国家的制度 能够如何完备 这里涉及到很多 国君跟大臣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所以国君如果不明白大臣的许许多多的心思 或许许多多的这个奸邪的技巧的话 那么国君不像国君 政令就分乱了 政令不能够统一于这个国君的这个身上 那这个国家的管理就是混乱 国家管理混乱慢慢的呢 击毙重生 国力衰弱 国力衰弱的结果 反正在春秋战国时代 那结果很明显 就是被人家兼并了 那因此呢 要让一个国家这个强大 这个从体制的管理的层面呢 国君要有最好的制度 那我认为韩非子用力的地方在此 倒不是说国君 国家一定要去强大之后去 兼并别的国家 占领别人的国家 倒没有这样讲 那么因此从这个国君的 自己的智慧的提升 管理技术上面的一个演练 还有国君的这个领导者人格的养成上 那么韩非子呢 提出非常多非常多的观点 这些观点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深刻 我自己在读人物志 或讲人物志的时候 已经受益很多 他对于人的那种优点或缺点 的类型的分类 讲的非常的详细 可是当我看韩非子的时候 韩非子的才华在刘少之上 刘少就是人物志的作者 韩非子的才华在刘少之上 对于人的个性的缺点或 唯恶的类型的文字的叙述 项目的分类上 韩非子更加的细腻 所以就是才子 如果韩非子固然在这些事情上 见识 这个动足 看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历史上的韩非子 他自己呢 我觉得他没有操作得很好 所以他才命运不好 如果用他的自己的理论 好好操作 他不要讲理论直接操作 那他也可能成为这个 枭雄 像曹操一样那么厉害 曹操就不会用韩非子的东西 但是韩非子的自己 不会用韩非子的东西 但韩非子呢 把法家的思想呢 那个精要的地方 全部给他呈现出来 说到底 韩非子还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看事情看得清清楚 然后可以清清楚把他写出来 写了一本博士论文这样子 得全国博士论文第一等奖 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不太会操作 我觉得有一点感叹 他因为讲了太多的原则 他只要随便用一几招 那他的命运就不会是这样 不过呢 这个君子跟小人就是不一样 这个君子有所为也有所不一样 好 所以在这个上课之前 跟各位老师分享 这一段时间在准备韩非子的时候 有的一些这个心得 所以我会认为我在做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 那当我把韩非法家的这一种为组织目的的管理技术 把它弄清楚 这个讲出来以后 跟我其他的在管理哲学的这个系统观念 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 而且非常有实质的这个功力的中国管理哲学的理分析 那这一点是我也是一个自我要求 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跟各位老师做的分享 好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第一篇文章 我们从这个难言开始说起 前面那个是比较历史的 韩非什么跟这个秦王讲话 那些反正那个已经两千年过去的政治了 我们就不要花力气 然后我们在读果文 我们吸取他的那个原理 这样就好 所以我们从第三篇开始 好 这个第三篇文章呢 读了以后 各位老师最后也可以来 来给他做一个 这个评价 这个注解的书上说 这篇文章呢 有人说是睡秦王的 也有人说是睡韩王的 这样子 那我想 这个恐怕不是睡秦王的 跟秦王讲说叫你不要攻打韩国 那肯定是睡秦王的 那如果是这个跟这个秦王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这些话好说 因为这不是韩非只要孝宫的对象 他又不是秦王的丞相 我觉得应该是睡韩王的 但是呢就是无效就对 没有效果 好 南年 南年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做臣子的很难 跟军王 跟君王 至少 治国的大道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案例 尤其是 伟大的政治家 碰到了昏庸的国君 你再好的东西 也不被认同肯定 甚至呢 甚至呢 自己身遭行怒 案例太多 越优秀 越优秀的政治家 越有可能 碰到这种 悲惨的命运 所以呢 我韩非子 要跟国君做这个意见的陈述 表达 观念的这个报告 介绍 我内心很闹 十分的恐慌 觉得压力很大 我很担心 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 甚至我自己呢 会受到惩 这篇文章就表达了 这样的一个忧虑 但重点不在表达忧虑 而是在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 君王是愚昧的 所以还不太会讲话 最后一句说 愚者难遂也 故君子难言 君子就像他这样 学者士分子 官员正确这样 愚者呢就是那个领袖 国君 国君 所以呢 言勿于耳 倒于心 所以 知识分子呢 跟国君讲话 就是 忤逆了 国君 让国君很不愉快 所以 贤盛莫能听 愿大王俗察之有 看到这段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叹 韩非子这段话 真的不应该这样讲 韩非子应该把话改成就是说 君上 曠古以来最伟大最有智慧的国君 这样子 你的智慧呢 比尧顺还要伟大 所以呢 我不揣冒昧 驰骋我的私质 小的聪明 向您献策 希望您能够采纳 像你这么伟大的君王呢 一定会采纳我的意见 韩非子如果这样讲的话 因为国君听得比较舒服一点 好 我们看韩非子怎么说明 这个 通常 政治家跟国君 在陈述治国的道理的时候 碰到了状况 我们看这段文字的分析 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非子的才华 对于 朝廷当中发生的事情 大臣跟国君的对话 通常会有的状况 他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给他做一个细节地分析 那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我在人物直接看过 很多类似的这样的 描写 那韩非子的才华呢 似乎又在流少之上 而说更清楚 好 言顺彼华则洋洋丽丽然 则见以为华而不识 如果我跟领导者谈事情 讲话尽挑好听的话 这样子 把长官描写得很好 把时局描写得很好很好这样子 那么国君会以为华而不识 虚华 讲的不是实话 如果是敦直恭厚 耿故圣婉 那论语孔子最喜欢讲 刚义木认 敬人 如果是刚义木认的方式来讲话 讲话好像耿噎了这样子 谨慎 话讲的比较少 那就会被国君认为 这个人拙 不伦没有什么招数 没有什么好的观点 能力太差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国君根本没有想要听 国君掌握权力 治理国家 以他的欲望 或者是他的格局 这样子来操作 国君不会认为自己不好 现在呢 具有改革的热忱的丞相 要来向国君提出建议 那这样的建议呢 就是国君你过去哪里做不好 哪里做不好 所以前世里头 国君是不乐于听 因为不乐于听的关系 所以不管你怎么讲 国君都会从另外一个批评的角度 来否定你的谈话 所以呢你不管哪一种类型都会被挑剔 被否定 那这个其实不管问题不发生在 你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但现在韩非就是说把各种的类型说出来 多言凡称连类比物 见以为虚而无用 这个讲了很多的这个话 做了很多的类比 举了很多的例子 但是呢 你讲的都是例子 又不是我现在发生的情况 以虚而无用 总为说为啊 敬省而不适 则见以为愧而不变 刚刚那个呢 是举了很多的例子 讲了很多的话 那么觉得说 你讲的是别人的事情 对我没有什么用 那现在呢是 直接讲重点 直接讲结论 然后呢 直挺挺的 也不装饰他的语言 他就会觉得说 你讲话太伤人了 而且你也不说明 你一上来就直接指责 政治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还有政治的不好呢 常常就是国君身边有小人 积极亲近 探知人情 这见以为正而不让 积极亲近 亲近就是身边的人物 用这个激烈的 批评的口气 去说皇帝你身边的人 都是小的 干了什么什么坏事 这些坏事呢 你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所以我告诉皇帝 探知人情 跟皇帝讲一些 你过去不知道的 你身边能干的坏事 这样子 这以为正而不让 这个正就是讲别人坏话在耳朵旁边一直摇耳朵一直讲一直讲 而没有一种宽宽宽的胸态 因为皇帝不会认为自己身边的人欺骗了自己 反而跟自己身边的人相处得非常好 所以有一个大臣来跟我讲我身边的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那皇帝 那皇帝也是不高兴的 那皇帝也是不高兴的 宏大广博 庙远不测 皇帝生活身边的小事情吧 家记小谈 以聚所言 皇帝会讲 你作为一个大臣 你跟我讲这些泡茶怎么泡 扫地 怎么扫 这样子 怎么穿衣服 怎么这个 这个温被子 讲这些小事情 比较影射一些什么 那就讲这些 这么笔漏的小事情 不像大臣 讲话应该有的格局 言而尽是 词不悖逆 见以为贪生而愚上 讲我们最近刚刚发生这两天的这些事情 在讲的时候呢 尽挑好说的话来说 而不敢这个批评皇帝 怎样的 那就皇帝一看说 你这个人闹走 你贪生怕死 你想说又不敢说 你也不过是在惨媚我们 更加的轻视 这种谈话呢 庄子的人间事也讲过同样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要说服一个君王 你没有准备好 那你去说服他 那很危险的 如果你认为说 光讲好听的话 不要去勒骨须 不要去触犯龙岩的方式 跟国君讲话 那庄子就说 你这种讲话的结果呢 就会让国君呢 轻视 就你根本就是闹走 然后呢 对你呢 就更加的凶恶 所以呢 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 改革 总之呢 说服君王改革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庄子的立场是 告诉大臣 你不必干这种事情 那就韩非子的立场呢 是我要去讲这件事情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非常危险 如果是用讲好听的话的方式的话呢 那讲好听的话 人家用取笑礼 贪生怕死 好 言而远俗啊 鬼造人间 见以为淡 就讲一些可能是鬼神的事情 讲一些这个平常听不到的事情 讲一些这个地球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讲一些这个可能跟外星人有关的事情 就你讲的是荒诞的 好 那如果呢 你收回来 你这个学问很渊博 敏捷遍己 繁育文才 见以为始 那你不过就是像始官一样 只有一堆死的知识 没有活用的知识 苏世文学 以知信言 则见以为彼 好了 我讲话呢 不引经据典 我就用日常生活最朴实的语言 用妈妈的话 来讲话 那又觉得你这个人很笔漏 好像没念过书一样 那如果实称诗书 道法亡谷 就开口闭口 就背两句论语的话 背两句孟子的话 背两句朱熹的话 这也会见诵 那你不过就是在背书而已 是臣妃 就是含妃子 妃 之所以难言而重观 所以 我觉得我很难 这个想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来跟国君您戒言 所以我非常的忧虑 深刻的忧虑中 重办 忧虑中了 杜亮虽正未必听 通常大臣跟国君在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讲的东西虽然对 国君未必接受 御礼虽全也未必用 为什么国君不用呢 我们接下来的文章就可以读到 很多国君 他其实根本不是国君 他不是真正的做权策的主 他早就大权讨历了 所以你这些忠贞之士 跟我讲了这么多话 国君不会去使用 为什么 因为国君有太多的难言之力 国君根本没有办法用这些方式 国君就好像喝毒药 每天喝一点 每天喝一点 已经中毒了 所以你跟我讲 其实是没有用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另外一个国家 把我们这个国家给灭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才会办 那韩非子当然不是在干什么 地理虽全未必用 所以我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韩非子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好的正确的领导主义的观念 但必须要领导者 你有那个才干 有那个个性 有那个气魄 有那个胸襟 有那个胆势 你才能够用韩非子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那个个性 你要做领导者 下场 很凄惨 好 大王若以此不信 小者以为悔自 毁谤 我跟国君上书 讲这些话 如果国君呢 不接受 轻微的 只是指责我 我毁谤别人 甚至批评国君 那严重的话呢 那我自己就会 被大者 患过灾害 死亡 极其身 严重的呢 我就会被你判死刑 把我给搞死 好 后面就讲了很多 很多的 例子 那这些例子 有些我们熟 有些我们不熟 不过各位老师 如果对这些例子 有兴趣的话 那个书上一查 他都读解得很清楚 我想就不要发力气 我们主要重点来讲 观点 像这些例子 就是韩非你 举出来的 确实都是如此 至于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法家 有法家的观点 儒家 有儒家的观点 这样 不同的学派 对这些 不好的现象呢 这个有不同的 这个观点 好 此时数人者 这是多人 都是人间事里面 人嫌忠良 有倒数之事也 都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呢 有智慧 有聪明才智 还有很多 做事情的技巧 不幸 遇争暗祸之主而死 很不幸 就碰到呢 自己乱搞 又没有智慧 又愚昧的领导者 结果把这些 这个 人嫌忠良 有倒数之事 给害死 把自己给害死 因为碰到 愚昧的 又自己乱网的国君 所以呢 这个 虽圣贤 却不能逃死亡 必禄辱 圣贤却无法 逃死亡必禄辱 谁能够逃死亡必禄辱呢 小人一定一级棒 很厉害 君子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个反而逃不掉 所以这个就是 庄子在告诉我们的 不要有才干 有才干的结果呢 那你就会这样 不能逃死亡 不能避露 不要有才干 不要有可为适用的才干 否则的话呢 没有办法 终其天年 无法全生 无法养生 无法养亲 无法静年 当然这指的是不好的时代 故 愚者难睡也 这个愚者 就是指的是国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话 韩非子 你写这样一篇文章 要给皇帝看 你不是在骂皇帝 那又什么 就是在骂皇帝 皇帝会高兴吗 绝对不会高兴 你一定要首先说 皇上你是 中华民族 两千年以来 最英明的圣主 圣君呢 你要先把这个放在前提 不然你这段开场 马上一说出来 当然是令人厌恶 绝对不会采用你的东西 至于言武于耳 倒于心 就是不得人 皇帝的欢心 不得于心 非圣贤莫能听 愿大王俗察 大之也 好 这是第一篇开场版 很难讲 然后对于那个 很多政治家 向君王 陈述 然后呢 为什么不能够成功 都有做分类的解析 但我认为重点 如果说这个国君是要 是有心要听的话 他一定符合某一种类型 的个性 然后呢 只要你配合那种类型的个性 那他就会听了 但是韩飞的陈述是 什么样类型 他都不会听 那其实就是 他根本就是不想听 那国君呢 这个是不想听 这个大臣呢 指责政治的弊端 领导者都不想听 所以我们现在 民主政治还不错 至少另外一个政党呢 会不断的指责 你们这个政党的弊端 因为他是竞争者 那如果同一个政党的内部 下面的指责 上面的 说你有什么弊端呢 他通常是不想听 但是在 威权政治 帝王政治的时代 那其实就是 下面的批评上面 所以韩飞子这样一种 政治改革的建言 作为国君 在根本上 其实就是不乐于听 好 现在韩飞子开始介绍 政治上的领导者 这个所犯的 领导统议上的错误 第一个讲的是 爱情 领导统议上的错误呢 第一个重要的就是 大臣 建阅了军权 大臣建阅军权 那事情是很严重的 国君权力旁弱 前面讲的 就算有政治改革者 理想者 要跟国君建言 那国君听了以后呢 他没有左手 也没有右手 都得受制于大臣 所以大臣如果没有说yes 这种改革的意见呢 也没有办法落水 那这就是已经 国君不向国君了 大权旁弱了 爱臣 太亲 必为其身 你的大臣 你对他太好 太信任 什么都交给他 赏罚不出于你手 恩威不出于你手 政令不出于你手 所有的中下层的官僚 听大臣的话 还不听你国君的话 听你国君的话 会被 惩罚 不听你国君的话 听大臣的话 他的权力完全可以保住 就是你权力已经 弱了 人臣太贵 必义主位 这句话是千古不已的道 这个 家天下的古代的政治 国君作为国君 一开始是武力取得 所以马上可以得天下 任何人也可以马上得武力 只要你统治 这个武力 持续 天下大乱 自然有别人可以取代 现在还不需要天下大乱 只要你内部朝廷的权力 管理不大 那么 大臣就可以 抢夺你的政权 曹操是没有抢了汉家的政权 没有把国号改了 其实就是已经抢了汉家的政权 他的儿子称帝 那就跟汉家说再见 汉朝就结束了 那这种事情在汉妃子之前呢 他已经看过太多的案例 就大臣 就把 救来 原来的国君呢 这个政权的政权给整个妾头的比义主位 比较小的 主妾无等必为低子 这个皇后跟其他的这个妃 其他的妃子 其他的这个皇帝的那个太太的小孩 皇后的小孩是低子 然后呢是太子 这样子 那如果主妾无等 皇后跟其他的嫔妃的等级没有划分清楚的话 皇后的小孩作为皇太子的地位 岂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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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这国家的这个势力有这么庞大 生产力有这么多 土地有这么多 战车有这么多 那么你下面呢 这个就有次一级的大字 百胜之城 来成为你的了血 巩固你的正确 但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好完备的 内部管理的这个 做法的话 你下一级的城 在你的旁边 就会抢走你的权力 习其民清习国 你的人民百姓 转而效忠于你下面的大城 而整个的国家呢 甚至被夺走了 万圣之君无备 千圣之家在其策 习其微清习国 同样就是不同的等级 到底是相同 是以奸臣繁喜 主到衰老 所以呢 就一个国君 过去的那种领导 而言呢 这个 臣如果 让他权力太大的话 而他呢 这个就有可能 抢走了 你的统治权 事故 诸侯之佛大 天子之害 这个害就是 对天子来说 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 这个 祸害 就是天子的祸害 让大臣权力太大 群臣太富 君子之伴 君子 这个失败的关键 就是下面的部署 财力太巡厚 凌驾于国君之上 将相之后主龙家 什么意思呢 将相 雇他自己的家长 雇他自己的家业 雇他自己的事业 超过于 效忠于国君 后主龙家 使君人者所外也 那 这个是 作为国君的人 一定不能够容忍的现象 如果有 将相 后主龙家 这种将相呢 就要把它排除在外 因为他不是以国 效忠国君 为国服务 为最重要的目标 而是呢 强大他自己的家族 家业的势力 那这样的一种将相 不可以 用他作为内神 作为禁止 作为有权力的神 就要把它排除在外 万物莫如生之至贵 位之至尊 主威之众 主士之龙 这个 生 魏 威 威 赤 这四个东西 你有这个学 所以你有国君的 这个尊贵的地位 你手上有威权 你有这个行政权 你有政治决定权 政策权 行政权 都在你的手上 事者不求诸外 不请于人 意志而得之 你自己拿主意 你要怎么用 全部在你的身上 古曰 人主不能用其父 则忠于外 死均人者 就是死者 事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 你已经是国君了 你已经是总统了 你已经是董事长了 这些权力 本来就在你的身上 这是你本来就有的 你只要拍板决定 你要怎么做 你就可以去做 你要好好的用 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你如果不好好用 你作为国家 国君 公司董事长等等 这样的一个身份 既有的东西的话 既有的优势 你不用 然后 别人就帮你用 军人者之死的事 作为引导者 作为国君 一定要了解 这个道理 请问为什么别人会帮你用 因为这种权力大家都爱了 然后呢 你拥有了这个权力 或者这个权力是你爸爸给你的 但是你不懂得运用它 那你就惨了 这种权力是人人都爱的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易经昆卦》的时候 这个昆卦呢就是大臣 后来到了六国 做了皇帝 但是原来就有血缘的 皇子们 当他们成长茁壮了以后 绝对不会来跟你抢回这个 领袖的身份 地位 所以呢 大臣呢 你要懂得让 你如果不让的话呢 上六 龙战鱼也 起血 玄黄 就是 有那种雄性的动物 一定会来 抢领袖的位置 你现在你自己是领袖 你自己是国君 但是你的大臣里面呢 会有雄性的动物 想要权力的人 那你自己就要懂得 遇下之道 否则呢 大臣呢 就会 这个 抢走你的 习其民 倾其国 习其威 倾其国 你的人民 变成他的人民 你的权威 变成他的权威 那你的国家 就变成他的国家 所以这就是 不断地 在提醒 这个国君 怎么样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 而不要被这个大臣 抢夺了你的权力 好 事故 明君 知蓄其成也 尽之以法 治之以备 故 不设死 不幼行 设死幼行 这个 事为 这个 淫威 敬之以法 直之以备 就是什么 法律啊 你要 好好的使用 不可以 有法 而不用 并且呢 时时刻刻 都要 防备 你的权力 被 剥削 被 偷窃 被 占据 被 抢 直之以备 时时刻刻 都要防备 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 思考一个道理 好啊 这个国君没有能力啊 权力被别人抢走了 抢走这个权力的人呢 成了新的国君 然后呢 他需不需要担心 他的权力 又被人家抢走呢 他需要担心呢 但我们现在不论道德 我们论 如果他用了韩非子的这些方法 那他的权力是不是就不会被人家抢走 就比较不容易被抢走 就能拱固他的权力 拱固他的权力 如果他又有治国的 公共政策的这个理想化 把国家治理的很好 这个国家就强大 他就可以守住他的这个 国君的身份跟权力 然后呢 他使了给他的儿子 是要换他儿子 他儿子会不会这一套 所以呢 做国君的人呢 永远都要担得这件事情 否则呢 你就是大权旁落 到了这个明代 这个几乎每一个皇帝都大权旁落 旁落到谁的手上呢 竟然旁落到太监的手上 当然明代有几个那个大臣 可是大臣碰到太监的时候呢 哦 客气了 喊爷爷 喊公公 不是喊爷爷 喊公公 喊公公不就是喊爷爷吗 喊人家公公不就是喊人家爷爷吗 所以权力旁落到 这个身边的幼人 秘书小男的身上 那因为天下人毕竟没有办法接受太监当皇上 对 所以呢 他还不至于见这个位 但问题是你的权力是已经早就被炸干 完全没有了 所以你要有政治上的理想 你才会有公共政策 但是你要有政治上的权力 你才能够施展你的 推行你的政策 所以呢 你的权力 在手上 要懂得掌握 为什么呢 关键是 因为你已经是君王 这些话都是讲给君王 你自己不能够掌握 这个权力 那权力就会被你抢夺走 那看不同的时代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规格 如果是一般的小的国家 权力被抢走了 那就整个国家拿走了 皇帝都犯人做了 大的王朝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把皇帝拿走 但是呢 整个权力也是被别人抢走 好 这个 执之以备 有些什么做法 不设死 不诱使 前面不是讲吗 禁之以法 执之以备 有法律在那里 你必须要用 不能不用 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判了死刑 不要随便宽恕 赦免死刑 判了重刑 不要随便的宽恕 赦免了重刑 赦死 幼行 就是已经判了死刑了 因为犯上作乱 判了重刑了 偷窃还是什么的 抢夺 那么 结果你把它宽恕了 就是威仪 就是你的权威 被侵犯 被剥削 当你没有了权威 真正关键就在于 天底下 雄性动物很多 想要抢夺 军权的 有野心的 政客是很多的 那有些人是 这个小人 只是想要抢夺 一些 金银财宝 这种人当然更多 但是请注意 有人要抢的是权力 因为抢了权力以后呢 就是什么都是他们 抢夺金钱呢 那只是在有限的金钱范围内 用金钱可以买的东西 很多东西金钱也是买得到的 可是当你有了权力以后 除了 长命百岁以外 没有什么权力买得到的事情 权力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财富不见得 有些人买得到 但权力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野心更大的人 就是要抢权力 这个世界永远有野心大人 所以当你的权威 变弱后 设计将为 不过 为的是你的设计 你可以丢掉了皇权 人家枭雄上来了 称霸称帝 如果把国家治理的很好 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的一个朝代展开来 问题是他的中央的军权 是否全力始终在国军的手上 好 所以呢 这个 你的法 而不用 那么你就会在各种的地方 被侵略 被蚕食 结果设计将为 国家偏微 事故 大臣之路 虽大 不得借微臣事 这是一些规范 有时候看他的这个规范 这个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政治 那很多原理是相通的 那也有很多呢 是即便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的时代 然后呢 这个官员犯错误的类型 其实是几乎是一样 大臣之路虽大 什么意思呢 你薪水尽量给他多 没有关系 再怎么多他只是个薪水 两倍三倍五倍都没有什么不行给 不得借微臣事 什么意思呢 不能让他去抽税 这个税抽的是你的 那你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这个地方就被你割据掉 这个意思 党与虽重 这个党与可以是你在朝廷上 这个发言的时候 有一些人附和你的意见 这叫做党与 不得臣事主 但你不能够养士兵 因为你是意见领袖 我可以忍受 但你不能够同时拥有部队 你薪水很多 那你就好好卖命 我不怕 我舍得给你很多的薪水 可是地方的税收 必须是归于国家 而不能够是 这个大臣又 获得税收的收入 那就大到不可想象 那整个地方被你拿走了 那我们想想吧 以前是不是很多地方的这个 诸侯王族 既有税收权 也有士兵权 那怪不得军权就是 常常就是 所以什么八王之乱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可以一直讲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 一样同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经过这个文景 文帝景帝到文帝 来整个稳定了汉朝的这个政权 但当中央政府又不行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西汉东汉是一个故事 那东汉末年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诸侯地方 全部都有军权呢 又不是只有曹操一个 这个袁绍 袁树也是一样 孙权也是一样 后来这个刘备也是一样 这样子 大家都是新的王爷 那中央政权就等于零了 就没有了 好 故 仁臣楚国无私朝 好我们看一些古代的这个 政治历史连续剧 就常常看到在大臣的家里头 那好多的这个官员聚集在他家里头 然后谈这个谈那个 要跟另外一派 那斗争这样子 那个就是思潮 被公事呢 一定要在会议场上做去 会议场上没有解决 结束了以后 一群人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小会议 那这个主侍者 这个领导者 他的权力就不见了 那个小会议的leader 至少瓜分了几分自己的权力 所以呢 人臣楚国 无私朝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如何能够有效 遏止小朝廷 那么这是一个 统治的技术 重点是 如果你很多的 这个政令的发出 政策的行程 人事的任命 都是你旁边的大臣在拿主意的 甚至大臣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的气势比你还轻 你根本就怕那个大臣 那他要撕什么 他有私人的部队 你又能够怎么样 你敢公开的指责他这个错误吗 恐怕有时候国君甚至不敢公开的 指责大臣 这样做什么 不对 反而是赔效果 讨好大臣 只求他不要反叛我 把我给杀了 甚至会是这样的情况 对冰冻三尺 被一日之含纳 所以开国的国君 对自己的皇子的教育 真的是从小 从早就要把他交好 否则呢 临时这样子当上了国君 真的不懂怎么样做国君 我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什么事情你们都把我搞定了 我做国君就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大臣是很认为的 可是实际上也就等于 权力已经旁落 所以韩非子就不断地 告诫领导者 国君你的权力是怎么样 旁落掉 人称楚国无思潮 这就是权力旁落的一个明确的 案例事实象征 居军 五五四交 军人 跟军人之间 私下是好朋友 那哪天你们串联起来 一个国家只有五支军队 有两支军队的这个领导者 是好朋友 哇那五分天下有十万万 那军事又又被军力又被瓜分了 福库不得四大余家 政府的财产 金银财宝或者是货物 这些东西不能够私下借给别的老百姓 所以地方的官员或者是中央的大臣 如果你把公家的资源借给别人 那怎么样别人是感谢你的 那你等于处置了这个公家的这个物资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你等于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使民君所以尽其邪 这些事情呢 都是做皇帝的人必须要尽其的 这就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瓜分你的权力 军事权 会议权 财产权 那思朝会议权 士兵军事权 福库呢 这个财产权 民君所以尽其邪 这些都要掌握在皇帝的手上 师库不得四从 不胆其兵 就是大臣在外面 出使还是怎么样 出门的时候呢 你不可以有太多的随从 而且这些随从呢 这个不可以有太多的军队 这些军队的装备呢 不可以有重武器 这样 哇大臣在外面 然后呢带了一堆军队 然后军队呢又有最强的武器 那随时都有可能判断 非传非距 带齐兵格射死不射 除非是公家的 公家的邮差 公家的这个信息 执行公募 而不是你个人退朝以后的行为 执行公募的 邮差系统这些东西 他当然应该要有部队的护卫 不过他就有明确的任务 他不是大臣私人的财产 那么他是可以有部队 他要配备金养的武器 否则大臣如果建阅了这个的话 射死不射 使民君之所以被不予择饮 这就是这个皇帝呢 这个随时随地要有警惕在心 自我起替 这个免得呢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那么就是君权的一个旁论 好 那我们稍微下课休息一下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着讲韩非子的这个主道 至于他是第几篇 连连不同的版本 庶庙部长的那个不是重点 那其实都还是在谈管理的原则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计 这个韩非子也讲道 因为韩非子本来就有 解老欲老天 老就是老子 道这个观念就是 老子把它提炼出来 成为天地万物事物变化的总能力 所以道就是根本原理 总能力 但是呢 各个不同的学派有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 所以他们所讲的道呢 其实问题意识的背景就不一样 至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观点原则 那当然就不相同 那韩非子在谈这个道的时候呢 就是国军领导统律的人 我们这样抓住定位的 他讲道 万物之始是非之计 判断事情对错的标准刚迹 民君首始 知万物之远 就掌握根本 就能够知道事物变化的根本原理 至迹 知 善败之端 这件事情做成功了 这件事情做失败 关键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刚迹 有没有掌握正确 所以呢 要把那个刚迹掌握好 掌握刚迹的方法呢 在这篇文章 也有后来的助解家说 这篇文章有比较多的道家的东西 可能是韩非子的弟子 或学派后来的人写的文章 但是助解家有说 虽然如此它的原则还是韩非子的原则没有错 但就会在这种比较像 道家的这个思路上 琢磨比较多 就是黄老之学 这方面琢磨比较多 那这个黄老之学这个琢磨的 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的 接下来的这些谈话 虚尽以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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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氏 自定也 什么意思呢 就国君 你不要做什么的表现 不要展现你的能力 更不要 这个 暴露你的好物 然后呢 让你的大臣 不敢 因为不知道你的好物 不知道你的才干 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 请全力把他的才干施展出来 然后呢 他不知道你的好物 所以他没有办法讨好你 没有办法讨好你 他就只好借由他的本事 他的实力 把事情做 而不是呢 在那边想要讨好你 然后呢 这个一本万利 事半功倍 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了 虚尽以待令 令 令您自命令氏自定 我自己不表现 让大臣 告诉我 你有什么能力 你想做什么事情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管理的原则 就是这个目标管理 绩效管理 你自己定目标 那我就看你的绩效是否达到 就是这个原则 完全一样的原则 绩效管理 目标管理 虚则知识之情 静则知动者 正 什么意思呢 国君自己根本也不必提出什么 你也不必费力去想些什么 你就只要听清楚 大臣说他要做什么 虚知实之情 那我就观察就好 我就观看就好 我就看成果就好 尽则知动者正 我不要脚迫进去 我脚迫进去做事 我的情绪 我的经历 全部脚迫进去 我反而看不清楚 人家做事情做到什么程度 我完全不脚迫进去 退在后面 静静的听 静静的看 看你做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符合 你自己原来所说要做到的地步 有言者自为您 有事者自为行 你只要告诉你要做什么 那一条一条就可以写下来 然后呢 只要你去做一件一件事情 就会呈现出来 言者自为您 事者自为行 行的一件一件事就会呈现出来 行您参同 那我就看你所做的事 有没有符合你原来立下的这个目标 那各位老子不就现在绩效管理完全一样的言者 完全一样的言者 行民参同 君乃无信任 国举你自己就不必费力了 静在那边看效果就好 效果好的一定要闪 效果不好的一定要滑 就是这样 归之其情 君乃无事 你不必自己花力气 你全部让我顾下花力气 你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 最后呢 审定效果如何就好了 所以能够完全看清楚事情的真实 归之其情 古曰 君无限其所欲 以下的原则是很多领导者常常会犯出错误 显其所欲 臣自将雕负 老子一句话已经讲完了 不见可欲 使民心不乱 你不要跟 大臣讲说 我最想要住在漂亮的别墅里面 那总经理很快就会得到好几栋别墅人家送给他 就是这样子 这逻辑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 君献其所欲 臣自将雕负 他就揣摩 你要的是什么 那我就送你那个东西 或 我就表演你要的那一个形象给你看 让你以为我完全符合你要的这种文才 好像这个 隋阳帝就是这样骗到皇帝的位置 隋文帝就是喜欢子女孝顺 子女俭妇 那这个 是谁 杨广 杨广就很孝顺 穿破烂的衣服 这样子 从他老爸的手上 把老大 老哥赶走 抢到了权力 之后那个荒淫 这个奢侈 这样子 所以隋文帝就这样被他们骗 所以隋文帝呢没有读 好好读韩生语 应该也读过 但是没有进他的脑袋 无限其所欲 君限其所欲 臣将自交国 君无限其义 君限其义 臣将自养义 大臣就会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特意读行地 符合你要的这个形象的意见 古曰 去好去物 承乃见素 去智去救 承乃自卑 你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个性 不喜欢什么 尤其是个性 这个更没有必要 把它当作一个标准 不要流露出 你喜欢什么个性 因为你自己也是有某种个性 所以才跟某种个性相应 可是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呢 大臣的才干才是最重要 它是什么个性 其实是他个人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在这边显现 世人的好度 其结果呢 承乃见素 什么意思呢 他只能用他自己本性本来的样子 呈现他的能力给你看 就他没得装 因为他不知道要装成什么样子 你会喜欢 但你如果摆明了我喜欢什么样子 他绝对装成什么样子 而且非常的像 承乃见素他不会装了 本来的样子呈现给你看 去治去救承乃自备 这个以前人都是怎么做的 你坚持那个做法 或者呢 你自己在哪方面有特殊的才华 特殊的这个能力 然后你持诚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那大臣呢 就符合你的标准 或者是呢 做假账给你看 但是你现在呢 都不用这种自己的能力 都不用什么过去的标准 那大臣呢就得 建立一整套全新的 他自己的东西 把他业务的成果呈现给你 所以呢 作为一个国军领导人呢 不要在部署面前流入自己的 私心的耗路 以及自己对事情的明确的看法 更不要 下去第一线做现成的实践 那就是更愚昧的领导人 故有志而不疑虑 虽然你自己很聪明 但你不必花心思去思考 你就听 然后呢自己挑一个最好的方案 这样就好了 使万物知其主 你虽然很聪明 但你不必自己去想 让大臣去听你想 有行而不予嫌 观成下之死 因你自己过去是干什么 上来的 当你当了国君之后呢 你不要从操就业 不要在部下面前表现 你干这一行干的能力最强 如果能力那么强 你继续当部下主要 你不会当皇帝 要担任领导者 就不要下去第一线操纵 这个有行不以嫌 然后看部下怎么做 这样就好了 有勇不以怒 寻成近期五 就是打仗 是将军元帅的事 不是皇帝的事情 所以呢 你不必去驰骋自己的 这个情绪 然后呢 让你的元帅 你的将军 可以在沙场上 建立功劳 为你效劳 结果呢 你自己不用你自己的聪明 但是你这个国家 应该用什么好的政策 有好的大臣 会把最好的政策 呈现给你 让你挑选 你反而非常的聪明 去至而有 去自己好表现自己很聪明的这一种情绪 不要有这个情绪 结果呢 你可以获得最聪明的国家的政策 你注意喔 你去跟大臣讲说 我在哪里很厉害 我最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结果呢 大臣只会弄一个 你要的那个政策给你 因为谁愿意让你不舒服啊 每个人都 都不像韩非子那么耿直啊 每个人都是在你面前演戏的 以便取得权力 因为权力就是利益 所以你表现出什么样的 聪明才智的能力跟意见 那人家就弄你要的东西给你 就你现在不表现 人家就呢 只能弄最好的东西给你 去贤而有功 你不自己去做事 每一件事情被大臣弄好 去勇而有强 敌军来勾 你不必愤怒 大臣将军替你愤怒 替你去挤他一臣 群臣守直 百官有常 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职务 认真做事 每一件事情被做好 因能而始至 世卫习常啊 依着他的能力 而用他的才干 这才是常治久安的 引导同域 治国之道 顾约 疾故疾 无畏而处 这个 错误莫得其所 就是你自己 不要表现出你自己的能力才干 民君无为于畅 群臣数据故乡 你不要呈现任何人能干 你只要什么 群民则识做 让他把意见 报名 做一个决定 让他把事情做出来 做不出来 请注意哦 要承拨 要承拨 还不能够费死 不能够设死 不能够诱死 那他们就会 据 数据乎下 在下面非常的害他 而你在上面呢 不必花力气 做什么样的 这个 投入 这个就是这个 这黄老之治的这个 政治上的 管理的逻辑 就是这样 好 民君知道 使智者尽其率 聪明的人 好好地想 皇帝呢 等着做裁判就好 君不穷于智 所以呢 你有一大堆人给你献策 你不缺乏聪明才智 你缺不缺乏好的政策 贤者孝其才均因而认知 不穷于能 你不缺乏有能力的人 就怕你自己说 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 你们听我的 然后呢 大家就符合你的原则 然后呢 就只能做出这个格局的东西 而你自己呢 必须很费力的去把 标语定出来做出来 然后呢 有功均有其贤 有过承认其罪 什么意思呢 大臣把事情做好 功劳是国君 因为我任用正确 我做了要求 连行重法 如果大臣事情没做好的话呢 就惩罚大吉 有过承认其罪 那作为国君的呢 永远可以享受 作为一个好的国君的人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啊 在我们讲《易经》的时候 也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到了第四窑 功劳一定是第五窑 做不好呢 第五窑就把第四窑换掉 反正可以上来第四窑的很多很多 只要做好了 那功劳又是第五窑 那你还可以继续待在第四窑 那做不好就把你换掉 这个管理的逻辑 在威权体制 阶层体制上 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领导者呢 可以享受好的美人 哇我们 这任总统做了多少次 多少次 其实都是部长做的 甚至是科长做的 甚至就是职员做的 但是因为是他的任命 因为是他拍板的政策 所以呢 我们都说是这任总统做的 等等 师父不贤而为贤者师 不治而为治者正 我没有那么能干 但是你们这些能干的人呢 我是你们第一个 我没有那么聪明才智那么大 可是你们这些聪明才智的人呢 都由我来决定 我让谁做 我让谁做 曾有其劳 君有其成功 此自为先祖之今也 君臣之间的这个角色扮演的原则 是这个样子 但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还是要有一些环境调节的部分 首先 国君呢 一定要有什么 世人之力 你一定要有用对人的能力 第二呢 你也要有判断正确的政策 的聪明才智 你要是没有判断正确的政策的聪明才智 那么多政策在你们眼前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 第三我认为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要有像个国君的气货 他前面讲的不能够射死不能够诱行 你是不是有那个决断力 那个威武刚强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决定 这个该惩罚就严格的惩罚 你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胸襟 这个大臣你可以给他两倍的薪水 三倍的薪水 五倍的薪水 十倍的薪水 你是不是有这个胸襟 他就有这个能力 你要给他奖赏 你是不是能够给的出去 等等 所以呢 领导者呢 要有好的领导者的个性素 素呢 韩非子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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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原则呢 才能够实施出来 道在不可见 用在不可知啊 就是那些办法 这个你要以偿意义 虚尽无事 以暗见词 就你自己不要整天讲说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就是整天在那边等着看 别人的表演 然后打分数 然后赏罚就好 韩非子的意思就是这样 以暗见词 你在暗的地方 看着他们 做对了讲赏 做不对呢 惩罚 见词 看他有哪里做不对的地方 见而不现 文而不文 知而不知 你看得清清楚 但你不必表 你只要想法就好 然后呢 对于干部所说的话呢 知其言以往不变不更 他怎么说 就把它记录下 三额月焉 看他后来有没有做法 至于 所有的公家的事情 有了明确的项目 就设置官位 但是请注意 一个人 认一个官 管一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样才能够要求他 如果有一个人 这个事情也是他的事 那个事情也是他的事 这个部会也是他管 那个部会也是他管 一个人管了好几个部会 某一个部会出了事情 你要不要责备他呢 你会觉得说 这个部会出了事情 是这个部会下面的人的责任 不是这个leader的责任 这个leader也是额外的帮你坚持一下 管不了很多 所以 这个leader呢 不必承 他到底要承哪些 就没有人可以承 就没有人来为了你这个部会的事情 怎么样 用他的身家性命赌上去 一定要把他干好为止 所以一定要专责 不要让那些干部呢 兼了太多的职务 如果领导者让某一个得力的干部 兼很多事情呢 常常发生 所以不同的事情 就要让一个人顶上来 所以有能力的君王 要不断的挖掘人才 勇于任命 官至一人 而且呢 乌应通言 万物接近 当这个事情 责任就在你 不在任何别人 别人呢 也不能够帮你说起 别人呢 也没有办法来指挥你 责任在你 权力在你的时候 你才会权利你的同路 某个人坐了这个位置的这个主管 但这个位置的主管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又要跟别人商量 那如果搞坏了以后呢 皇帝要不要惩罚呢 是惩罚那些跟他商量的人呢 还是惩罚这个官员呢 而那些商量的人可能是全程 皇帝又不敢做什么 那这样子呢 又是什么 全责无分 所以 只能有一个人 任一个职位 负责承担一个业务 然后呢 承办 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忽令通言 不要去横向联系 责任全在你 万物皆尽 寒其基 逆极专 夏孤元 还是一样 自己的欲望 私人的欲望 公式上的意见 真正的意见 你不必表露 让下面没有办法 去揣测你的好目 去投其所好 这样他就会乖乖的办事情 去其至绝其能 夏孤元 你常常在讲你喜欢什么 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过去的经验是什么 下面 就会揣测你的好目 而你自己呢 也受到自己的情绪的 牵斗的影响 然后呢 会 在做判断的时候呢 用自己的 私人的好目 在做判断 这样子呢 就被部署 掌握到你的个性来 保物所以网 而集团之 仅值其兵而顾握之 国君拥有的 就是这个决策权 威权 审议权 然后呢 赏罚权 你要掌握这个东西的运用 不必辞扯你的宅干 不能泄露你的 私人的个性上的好目 你就是用赏罚 就能够把所有的大臣管得好好的 但你的好目不要流露出去 那你就是鼓励大臣 私下来贿赂你 就这样 演一出好戏给你看 这样子 麻痹你的神经 你让他没有机会这样麻痹你的神经 贿赂你 绝其妄或其易 不要让这些部下呢 还是老子的那句话 不羡可遇 使您心不弱 他有可遇的事情 为什么可遇呢 因为一本万利 为什么一本万利呢 因为皇帝喜欢 所以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做政治上的领导者 公家机关的这个主管 你如果想要有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断的卸任 你的干部就会送给你 你就会得到那些东西 但是呢 你要做事的时候呢 这个干部呢 是没办法用的 除了你要做的事情 是跟你自己私利有关系的 那这个干部又很好用 那如果公家机关的主管 是这样搞的话 这个公家机关的这个单位 那也准备要毁掉 所以我也有 这个我也有很深刻的理由 你只要是一个单位的理由 公家机关也好 私人机关也好 政府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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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也好 都是这样 做主管的人 只要有私心 他呢 想要有什么 他就泄露出去就好 自然会有人送到你的口袋里 你想要得到什么 人家就会给你自己 这样 但是呢 你在管理上呢 你以后就没办法管理 然后你这个机构呢 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机构 应该发挥的功能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其实是孟子讲的 公私易与之变 所以 做主管 只能卫公 不能够卫私 好 那 皇帝其实不需要大神 这个 这个贿赂什么 吹谱之 但是如果皇帝也这样透露了以后呢 其结果呢 就是你 看不清楚这个大神的真假虚恶 看不清楚呢 你就很难理用 他 所以 不要让大神知道自己的私心的好物 这边你要关起 不紧其壁 不顾其门 湖乃将成 虎是什么呢 这个人还没使用一个非常特殊的字 叫做虎 你不把自己的欲望 好物 包括意见能力 约束起来 遮蔽起来 泄露出去了以后 你就会被人家 掐住脖子 然后呢 掐住你脖子的人呢 就会对你 做威做福 他就成一只大老虎 虎乃将成 虎是什么呢 虎就是权臣 兼臣 坐臣 权力凌驾皇帝之上的兼臣 就是虎 所以皇帝呢 做事要谨慎 欲望情绪要遮蔽 否则的话呢 老五会产生 老五就是抢夺你国家的资源的人 他就是贼 适其主 代其主 这个时候 这个虎 就被适其主 这个齐国呢 就是被家臣 把原来的皇帝干掉 这个禁 三家分禁 然后这个被什么 韩兆卫 韩非自己是韩国人 韩兆卫就是三家分禁的结果 三家分禁 那三家就是虎 那三支虎最后就施其主 代其主 然后呢 下面的人呢 都跟随这个有权势的 有权势的大习大官 故魏之虎 这个虎呢 在皇帝的身边 处其主之策 唯以坚定 在皇帝身边呢 做坏事 借其主之策 看到皇帝有什么弱点 在哪里犯错误 就利用这个弱点 利用这个错误 故魏之贼 对皇帝呢 不能够有错误 让部署看到 然后呢 必须看得清清楚 让人家不能够遮蔽 可是皇帝呢 常常会被部下遮蔽 之所以会被部下遮蔽 其实就是跟你自己 没有一个好的个性 没有好的能力 没有好的判断力 没有好的行动力 什么意思呢 你懒惰 人家帮你把事情办好就好 你甚至不管这个货责是什么 做的 如果你是这样当皇帝 当主任 当这个领导者的话呢 那你一定是被遮蔽 好 所以呢 要散其党 散全臣的党义 收起 把他党义收编起来 避其门夺其虎 国乃无书 大臣必须完全听命 国军 不能够抢夺国军的 这个军权 要把他的那些 这个 左翼右翼 他的这个部下 他所利用的这个单位等等 什么单位都听他的 这些 要把他裁测掉 好 这样子国军呢 这些人才能处于一个大不可量 深不可测的高位之上 同何而行临 审厌法事 就是按照你的职务 来检查你做好的梅 善为者诸啊 国乃无贼 所以你如果乱搞的话呢 那就是死刑 这样国家就不会有人做老虎 做贼 至故人主有五庸 所以这个五庸 真的就是 就是所有古代今天 这个东方西方共同的原则 就是领导者的威权 是如何主色不通呢 成必其主啊 就是 你已经看不清楚外面是什么世界 因为你的讯息完全是周围的大钱提供给你的 你的眼睛耳朵已经被剪断了 诚挚财力 你的财务的权力 金钱的这个权力呢 掌握在大臣的手上 大臣不动用 你没有办法用钱 还有 究竟你现在有多少钱 你自己并不清楚 董事长如果不清楚 这个有多少钱可以用 只有会计主任知道 这个董事长也是干假的 这样子 所以领导不知道自己的单位 有多少钱可以用 会计主任还不跟你讲实话 你的秘书不跟你讲实话 那你的财产权已经堂落了 所以领导者呢 不要害羞 不是害羞 谁会害羞呢 根本就是害怕 领导者会害怕 不敢搞清楚 这个单位有多少钱可以用 为什么会害怕呢 因为你旁边有牢 虽然是你的部下 可是他是你的牢 你怕那只牢 不是害羞 不好意思问 哪有害羞的 是害怕 害羞就是害怕 不是害羞 根本上是害怕 所以金钱的权利 不可以堂落 如果你没有金钱的权利 那你不是领导者 你没有人事的权利 你不是领导者 你没有政策发出的权利 你不是领导者 如果你在群众面前 没有美名 那你也不是领导者 领导者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堂落 你没有讯息的来源 资讯的来源 你也不是领导者 你是傀儡 第一个就是没有讯息的来源 成必及主 第二个就是金钱的权利 旁落 成智载利 第三个 善行令 成善行令 什么意思呢 不经你的同意 或者是呢 知会你一生 然后就发布命令 那你指挥权也没了 那这怎么会是领导者呢 还有 照顾百姓 恩责给百姓 这个叫做得 成得行义 你的大臣 下一期 得抚育丧失你 照顾百姓 百姓感恩戴德的对象 是你的大臣 而不是你 那你的 让百姓感恩你的 权利 也丧失了 为什么你是国君呢 因为你照顾天下百姓 行人证了 就像百姓感谢的不是你 而是你的大臣 对你行人证的恩责呢 也下不去了 通通没有了以后 你很容易就被替换掉 成得庶人约佣啊 任用人事的权利 你要用谁 不用谁 结果是大臣说了算 结果大臣用的人 感念谁呢 大臣 加入谁的帮派集团呢 大臣 而不是一心一意效忠皇帝 所以皇帝要从大臣手中 夺回军权呢 就要培养年轻的官员 这样子 之前的官员 所以历史上这种故事不断的发生 因为 中央大员的人事任用权呢 已经大臣在手上 但是 也许是因为皇帝年轻 大臣这个老臣 但是大臣不要忘了这些事情 皇帝的血缘必定是皇帝 皇帝年龄渐渐增长了以后 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除非到了东汉末年 汉宪帝也什么都不行了 所以完全被掌握在手上 夹天子定 诸侯 否则的话呢 皇帝长大了以后 一定要向你要的权利的 这故事也都是这样子 好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 第一个 资讯权 消息权 第二个 财产权 第三个 命令权 第四个 恩责权 德性权 第五个 人事权 这些全部都是领导者的权利 这些权利不能够旁落 旁落了 就是你的权威丧失了 臣必其主啊 臣必其主 臣必其主 则主失位 就是 你的眼睛耳朵被遮掉 你的君位呢 已经旁落了 臣至财利 则主失德 什么意思呢 财产全部在你的手上 百姓有困难 你要赠灾 你要给他钱 结果不是你去给的 是大神去给的 所以你制造 给百姓的恩惠的权利 有减失德 是这个意思 不是皇帝做了什么 坏事失果 而是皇帝失去了 给百姓恩德的机会 承善行令主失智 你失去了 管理的权利 领导统御的权利 那行政命令 皇帝有一个什么政策的想法 还得大臣 看大臣的脸色 那大臣有什么行政上的命令呢 皇帝呢 就 签名了 也不敢 不同意 那就是行政权 没了 承得行义 主失明 我旁边给他夸 应该是另外一个名的意思 行义 好的政策 前面金钱也是照顾百姓 现在呢就是 直接颁布 照顾百姓的政策 或者是作为 那这就是皇帝有照顾百姓的 行人政的 仁德的君王的美名 那这个美名呢 也失去了 大臣抢走的 那庶人就是 人士任命权 施党 就没有人是你的党民 都是大臣的党民 所以所有的官员 听命于皇帝 领导者 人士权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够有其他的权利 使人主之所以独善 非人臣之所以得操 但是有没有那种胆子 大的人臣 抢走这些权利呢 几乎任何单位都没有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弄到最后 看气场 觉得气场比较强大 领导者气场强大 那大臣就不敢见面 大臣气场强大 其实领导者只有一个虚名虚位 乖乖的听话而已 所以人呢 要培养自己的气场 要强大 但是气场的强大呢 不是你说要大就大 要真的有意志力 要有那个智慧 要肯吃苦 还呢 要能够忍辱 然后你的气场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一个一个收回来 资讯权收回来 人事权收回来 财务的使用权收回来 行政命令的权利收回来 照顾百姓的这个权利收回来 直接面对群众 所以这个领导者不容易做 很难为 人主之道 进退以为保 你要掌握这些的这些这个权利 不让这个大臣禁阅 进退 那你就自己呢 要懂得这个领导统律之道 进退 以为保 就是 你不能够下去做具体的事情 而是 用一招 哪一招呢 就是寻民择死 你自己跟我这样表现 然后呢 你就要做到 做不到呢 请注意 你不能够 射死又死 这个刑罚权就是你的权利 你的权利不能够不用 寻民择死 然后呢 这个 赏罚 这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 那你就轻轻松松的同事 不自操事 而知拙于强 不自纪律 而知不与救 你自己不必辛苦 你就寻民择死就好 谁拙谁巧 谁扶谁救 你就清清楚楚 不言善应 不约善会 然后呢 你知道拙巧 知道扶救 结果要干嘛呢 很简单 你后面的赏罚一定要下 那你知道拙巧 知道扶救 赏罚不下来 结果呢 那一点用都没有了 赏罚都下来了以后 那 后面的事情就会越来越 循规道主 走为正道 不言善应 不悦善会 你不必多说什么 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就是恭恭敬敬的乖乖的 你不必多做什么 好事情呢一件一件会被 做出来 言以应 执其器 事以会 抄其 福 人家把该做什么的说清楚 那你就彼此要求他 人家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你就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好 就是福气 福气呢就是寻名择实 择那个实 福气之所和赏罚之所生 一个是福气 一个是赏罚 福气就是寻名择实 寻名择实就是 你不用多说什么 让他说 然后看他做 做到了 就是福气 没有做到呢 那就是要罚 做到了就要闪 闪罚之所生 寻臣臣其言 居以其言受其事 以其事则其功 这三句话就很清楚 就是寻名择实 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则赏 功不当其事 事不当其言则诸 所以 领导者不必自己那么累了 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好 那你就去做 然后呢 做到了给你赏 请注意 做不到一定要罚 你如果不罚 那别人也不会有 新的干部上 你就永远用这个烂干部 这样 你要罚 把他请走 换别的干部上 那么 有能力的人呢 就很乐意在你面前 勇于表现 每一件事情都做 你有很轻松 所以 做领导者 心也要狠 你不狠 就不要做领导者 所以我一直在讲 《易经》的时候 常常强调 其实做第四窑很好 不一定要做第五窑 第五窑就是要领导者 做第四窑很好啊 我听命行诗啊 但是不要幻想你做上第五窑 你做上第五窑 你没有那个聪明才智 你心肠又不狠 你会干的非常的欧囊 被欺负 甚至呢整个组织会患散 所以第五窑要有智慧 要有勇气 那个罚一定要下去 不然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效率的团队 效率的证明 明君知道 成不得 成言而不当 这个 我加了一句 月任而建功 然后成言而不当 其实也不是我们家 我怀疑他就是漏掉 这个几个字 月任而建功 什么意思呢 人事是主任管道 会计事主任的事情 会计事主任管道 这个训导主任的事情 训导主任管道 教育主任的事情 这样子不是 然后呢 训导主任呢 该办的事没办法 成言而不当 这样子 第一个你不能够 建阅之权 你建阅之权 你建阅之权 领导者没有办法施赏 所以建阅本身就是不对的 然后呢 你的专业一定要做好 专业不做好 那你做这个观看 所以也不能成言而不当 明君之行赏 爱不如实予 但请注意 当他做得好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奖赏 两倍的薪水 三倍的薪水 五倍的薪水 十倍的薪水 没问题 不过有一点 这个月给他十倍的薪水 下个月没做那么好 不必给他十倍的薪水 还是给他一个月的薪水 这个权力还是要掌握在 领导者的手上 所以有些公家机关发那个叫做什么 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最后其实都变成假的 那样子 本来主管应该以年终奖金 我就整年我来这个考核 你做得好或不好 最后主管敢不敢 不给年终奖金呢 敢不敢这个 不给他什么等级呢 最后也不敢 所以 结果本来是领导者的权利 但领导者不去使用这个权利 罚 该罚就要罚 赏 该罚就要赏 但这个权力已经庞弱了 这个饼本来都是人主拥有的 前面他不是讲吗 申 魏 威 士 只有领导者有这个东西 这么珍贵的身份 这么珍贵的武器在你的手上 他能用 权利弘弱 机关这个衰弱 被人家兼并 被遗国侵略 那你能够怪得有谁呢 所以领导真的是 不容易当 所以呢 该讲的时候要讲 爱不如实于百姓利己者 但是 但是 担心 你不能光讲不法 寻其法语 未孤如雷霓 神圣不能解 谁来讲情都没有用 谁来说情都没有用 如雷霓 你强大的承包 像 这样子 官员才可以乖乖的听话 故 明君 我们偷赏 或者是玉岳 他没有做到 结果你给他 就是他没有表现的那么好 但是他因为他以前都表现的很好 曾经表现的很好 之后你就一直想赏他 那为什么呢 可能他挡雨很多啊 为什么呢 可能你有把柄绕在他手上 为什么呢 他可能整天 对你利益输送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不赏他 可是这个赏呢 是偷赏 他不是真的有功于单位 有功于天下 有功于百姓 既不能够偷赏 也不能够设法 设死又行 是不行的 无偷赏 不设法 偷赏呢 功成多喜业 那个人没有功 而你赏他 真正有功的大臣呢 就不想认真做事 所以儒家跟老子 会告诉我们说 不要嫉妒别人 无功得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圣人 所以老子专门培养圣人 培养伟大的修金 别人无功得赏无所谓 事情我来做就好 但是 说实在的 有几个人能成为圣人呢 几乎都做不到 君子呢 也会 也会有这种不平之心 君子不是圣人 君子也会有不平之心 他无功得赏 那我干嘛那么辛苦 做这么多事情 这就是功成多喜业 除非君子变成了圣人 不过君子要变成圣人呢 也是要很拼呢 因为他自己不见得有那个度量 好 设法兼成一为非 做坏事 没有做法 他继续做坏事 而且呢鼓励其他的小人 跟着做坏事 那小人越来越多 你又很难管理你的朝廷 事故 曾有功 虽书见必赏 他真的有功劳 他不是你身边的人 他地位很悲香 他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一定要是 这是天下的公义公理 曾有过 就算是你身边的人 敬爱必诛 不一定是死刑 就是要惩罚 但如果法律规定是死刑 那你不能够念出 不能够随便 射死又死刑 如果你能够做到敬爱必诛 那么 距离你再遥远的人 做任何事情 他也不敢懈怠 书见者不大 地位再卑下的人 他做事他绝对不敢懈怠 而在你身边的人呢 就不会傲慢无疑 这个论语里面孔子有一句话 为这个小人与什么 为难阳矣 我们强调小的句话 后面都不要讲 重点是小人 重点是下面要讲两句话 什么 敬之则不训 远之则怨 什么叫敬之则不训呢 我身边的人 对我无疑 我身边的人 掌握不到那个领节的分寸 我身边的人 剑阅了他的角色 就是这里讲敬爱者交 敬爱者交 领导者就难管 有没有那个主管旁边的秘书 最后变得很难用 领导者如果碰到那种很难用的秘书 狠一点就是把他赶走 但你要付出代价 因为很多东西被他带走 但你要撑得住 忍得住 以后你用的人还会乖乖听你的话 但是有时候呢 你哪种可以懒惰愁 你秘书一定很厉害 什么事情都帮你搞定 如果你要当一个假官的话 那你就弄一个很强的秘书 秘书很能干是好 但是呢 僭越了你的礼仪是不对的 你还是要尊敬你的主管 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你所做的事情 公使 你强势 可以 但如果是 你能力很强 又很没有礼貌 又搞很多私利的话 这种秘书绝对不能够 领导者可以容忍 能力强 对我没礼貌的秘书 但他做公家的事情 但绝对不能够留 对我又没礼貌 又搞很多的私人利益 损失公家利益的 这样的秘书是绝对不能用 如果领导者还容忍 这样的秘书在身边的话 这个领导者自己不适合 坐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 他没有那个胆识 没有那个胆识就不要做老大 要做老大就要有那个胆识 要狠 要敢切下去 敬爱者不交 否则敬爱者就给你交 交你就麻烦了 你就正硬没办法出了 以后就很麻烦 很累 好 我们再看一篇 再说些 有度 第六 也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管理的这个法度人子 国无常强 无常过 奉法者 强 国强 奉法者 弱 不弱 奉法者是什么呢 有权力的人 掌握 权力的人 所以 有些国家强起来了 因为他有 他掌权的人呢 本身强 有些国家弱了 他掌权的人弱 不是这个国家内 没有个性强的人 不是这个国家里面 没有雄性动物 但是呢 毕竟他不是国君 民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呢 则事不成 什么事情还是要 民正与民顺 所以国君呢 应该是要是 最强的人 如果你不是最强的人 其实不是能做国君 因为权力会旁落 好 这边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那这个讲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大家看 中国古代政治历史连续拒就好 我觉得今天是有很幸福的时代 对 你可以忽而活在那个 楚安乡中的时期 你也可以忽而活在那个 这个 什么赵匡印 赵匡印的时期 你也可以忽而活在那个 康熙什么时期 这样子 对 我觉得现在读历史 小朋友读历史很轻松弱 不过小朋友 我们对这些没什么兴趣 我比较有兴趣 大人比较有兴趣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历史 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群群 那我就不发力去讲这些 他那意思就是 为什么国家会亡 因为群臣官吏 故 所以乱 什么意思呢 他们 认真搞的事情 就是让国家乱掉的事情 而不 所以 让国家 获得 效率 统治管理的事情 他们都不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 私利 大于公益 为什么人都私利大于公益呢 人本来就都是这种等性 但是国家不能够这样子啊 但国家为什么会沦落成这样子呢 奉法者 最高的权威者 你懦弱 最高的权威者 你懦弱 令不行于下 这就是他的结合 所以呢 国乱弱 弱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征兵 征不到那么多兵 派军队出去训练不强 那就是乱 弱 好 在这种情况呢 原先可以用来 从政 刚记的 东西 你用不去用 什么东西 就是 国法 施旗万 而这一些官员呢 的头脑都用在什么事情上 私利上 就是万 而不是 国家的强大的事情上 所以呢 你用更多的官 就是复兴救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往火灾的现场上 浇气 你用再多的官 就是把你这个国家呢 扯烂 更扯烂 崩解 更崩解 崩解速度更快 乱弱甚 因为更加的快 当今之时 能去私取 旧公法者 民安国制 不能够用私利 一定要用公法 百姓获得安定的生活 国家获得稳定的政治 去私情行公法 兵强敌弱 自己的部队 会强大起来 相对的 敌人的势力就减弱 所以呢 重点你要审得失 法度之志 加以君臣之上 主不可欺义诈毁 你耳朵啊 眼睛啊 讯息 要通畅 让那个 大臣呢 不会遮蔽 但是大臣为什么可以遮蔽主管的耳目呢 他主管懒惰嘛 那就可以遮蔽啊 主管胆小嘛 那就可以遮蔽啦 所以 做主管 做领导 做国军 绝对必须要是一个什么 有勇气的人 必须是什么 阳刚的人 个性要是刚强的人 该拔就拔 该杀就杀 然后又必须是什么 大度量的人 该赏就赏 还必须是什么 聪明的人 知道什么政策是好 什么政策是不好 这样 否则绝对会被 遮蔽 然后无法审得失 有权根之称的 以听远事 则主不可欺义 天下之力 轻重 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没法判断 那跟你讲假的你也听了 然后呢 只需要派十万个部队 你会去这个米平的动乱 跟你讲说要派五十万 结果你派了五十万 动乱会不会打 赢呢 会 多下来这四十万的这些钞票 都放在你口袋里头 放在他的口袋里头 又建立了大的功劳 然后呢回过头来呢 又对你更大的施压 你完全受制于主 坚持 所以呢 这个 国君 耳聪目明 接下来要讲的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 要用他的能力 事实的能力 他真的把事情办成了 我才 升他做主管 才给他官位做 而不是人家给我推荐 我就给他官位做 而不是他是谁的弟弟 谁的哥哥 谁的朋友 我就给他官位做 一个是玉 一个是党 今若以玉尽能 则成一上 而下 走 好 你们就跟我 推荐看 谁这个 有在民间的威望 那我就拔走他 而不看他具体的做事 结果就会怎么样呢 大臣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 下午中 大臣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 互相标榜 标榜出某一个人 成为我们大家的利益代言人 然后向你推荐 你就重用他做大官 掌握权力掌握利益 那这些大臣呢 就会跟这个人结合在一起 又跟百姓结合在一起 然后不会太亲民国君的话 离上下午中 若一当局官 民物交不求用于法 是谁的朋友 谁的朋友的朋友 谁的哥哥的哥哥的哥哥 这样子 就能够做官 那他们就是 整天私下交扶的 交扶的方式通常就是利益交换 利益相通 而不管理法 故官之私能其国乱 任用官员的管道跟机制 绝对必须是真正任用到的 有能力的人 如果禁用官员的管道跟机制 如果是乱掉的话 这个国家就乱了 以欲为赏 以毁为罚 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够用别人的 这个民间的 一般的评语 来决定任用官员 我一定要用实际的做事的效果 别人称赞我就赏 别人毁谤他我就惩罚他 没有实际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呢 好赏误罚之人呢 谁好赏误罚 全天下人都好赏误罚 那如果你的赏罚 是别人的评价 而不是具体的事情 那完蛋 事公行行私述 比周已相违 所以呢 天下人怎么样呢 因为天下人都好赏不赏 天下人就 不顾公家的事 只管私人的利益 做私人的利益集团的结合 那公家的事就没人管了 就会望主外交 以尽其语 则其下 所以为上者 国以 你的大臣你的干部 会忘记这个国君 忘记国家的公事 只想着 官官相互 形成庞大的 谈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他们努力做的事情 只有形成利益集团 而不是国君的事公家的事 为国君做事的人就变得很少 为国家做事的用力就用得很单薄了 交纵与多 整天在那边结交 外内衡党 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衡党 虽有大过其必多 就算谁犯了什么错误 什么事情没做好 一堆人来替他求情 一堆人来替他遮蔽他的恶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庞大的利益集团 但是公家的利益呢 就没有能做 这个 最近常常去大陆 然后呢 又常常听说 哎呀 现在生意都不能做了 以前很多官员呢 都会出来吃饭这样 然后呢 就商业就是非常的发达 餐厅呢 就非常的蓬勃 现在整条街都凋零 就是现在官员都不能够出来吃饭 我看到这段话就觉得说 官员不能够出来吃饭 他们就会减少 骄诵很多 外内的膨胆 减少私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往来 那显然这应该是好事 但是还非是多人提醒的 故忠诚为死于非罪 奸邪之城 安利于武功 什么意思呢 结成捧党的这群人 就算犯了错误 没有人替他说话 把他的罪给遮掉 不愿意结党淫私的人呢 反而凸显了这群人怎么样 自私自利 没有能力 抢夺公家的资源 不能够认真干事 所以呢 形成集团的小人团体 利益团体 想帮设保残害中人 忠诚为死于非罪 什么意思呢 没有罪也给你安了罪 把你赶走 给你死去 那这个国家还能混吗 还会好下去吗 所以小人真的就像斗虫 肚虫去腐败一个房子 你如果不防止 人家来腐败你的话 人家一定会来腐败你 所以前面就讲就是说 防其背罪 你永远要花一分心思 小人呢 腐败你的国家 腐败你的团体 这个心思呢 是不能够花的 因为小人很多 就是这样 因为雄性的动物也很多 就是这样 所以从机关管理的角度 一定要花一分心思 去防止弊端 至于你要成圣 成仙 成果 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我们今天谈的是 机关的管理 那你就一定要用 防弊 的观念 我觉得整个法家的 这个管理哲学 就是 机关组织管理的 防弊的人性论 防止弊端 发生的人性论 它 太透彻 看得太多 它全部给你写出来 而且呢 一条一条的 一项一项的给你写出来 这样会有这个弊端 那样会有这个弊端 那你总之你就是要去防止 否则奸邪一定会产生 奸邪产生其间果就是 忠诚呢 为死于非罪 但奸诚呢 安利于蜈蚣 什么叫安利于蜈蚣啊 享受荣华富贵 没干一件好事 权力很大 荣华富贵很多 就算干了坏事 又有人替他怎么样 屠消他的罪行 遮蔽他的罪恶 忠诚为止 不以其罪 那完蛋了 良辰就不见了 你朝廷将没有良辰 主子里面 从此将没有好干部 奸邪之臣 安利不以功 安享荣华富贵 不需要功劳 奸臣就会 权力越来越大 因为他就是要这个东西啊 死亡之本 为什么国家会灭亡 为什么公司会垮掉 那结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建立组织 建立组织 永远要防壁 不是要你言行众法 是因为弊端一定会产生 所以一定要防壁 而弊端从哪里产生呢 弊端为什么会发生呢 这是人性的问题 所以韩非子就是给我们一个人性论 机关管理的防壁的人性论 清清楚楚说明出来 若是群臣废法而行私做 清公法语 国家的法令呢 都给你有例外 私人的利益呢 顾得好好的 一堆例外是用来顾私人的利益 公家的事情呢 都可以不必做都可以有例外 素智能人之门 不一致主之地 整天跑到全城的家里头去拜访送礼 你不愿意到朝廷里面来一次见皇帝 就这样子 百律施加之变不意图组织国 想方设法让大官 私人的利益方便 没有人用力于国家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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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力的大臣的私人的利益 一堆小官吏 想方设法给他方便 百律施加之变 不意图组织国 这两句话难道我们今天没有这种现象吗 我们今天还是充满了这种现象 数数虽多 非所以尊君也 不是你的官员不多 但官员呢 没有用在尊敬为国效劳的事上 百官虽聚非所以认同 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主管都有 但他们都不是在做国家的事情 这样是会亡国的 然则 主有人主之民 这句话重点是重点 你是个领导者 民还在你手上 食托于群臣之家 你的权力早就没了 所以不是说我们要集权 于军权 因为现在的这个民主社会 也不是皇帝国军 总统或怎么样 是选出来的 但是最上面的领导者 只有你是要顾整个公司 整个机关 整个单位的权利 你的职责就是顾整个单位的权利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 你不能让你自己没有办法 有效行使你的权利 那所有的利益呢 都会被下面的刮分掉 下面呢只顾自己的私利 不会顾同一个公益 所以呢忠诚劣势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一定要 照顾整个国家的利益 然后巩固领导中心 这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领导者啊领导者 你自己要是一个充满了理想 爱护单位 爱护组织 爱护国家的人 那才值得忠诚劣势 为你笑死 鞏固领导中心 顾承约 这些大臣会说 亡国之庭无人焉呢 部下会批评 我们国家不行了 因为我们朝中没有能等 其实庭无人者 非朝同之衰 这个家务相义 不顾后 大臣互相尊 不顾尊君 关键是发生在这里 朝廷不是没有人 人很多 你们的利器都用在什么 照顾大官私人利益 家务相义不顾后 你们不是用在 后执活力的事情上 大臣互相尊敬 什么意思呢 利益集团的结合 什么利益呢 私人的利益 大官跟大官之间 照顾对方的私利 不务尊君 国君要照顾的是天下的公义 但是大臣不把利器 用在这些事情上 所以这叫做 上层既得利益者集团 叫做官官相互 就是这几句话 现在白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既得利益者集团 官官相互 小臣奉路养交 不以官为事 基层的这个干部呢 他的利器就用在 我获得官位 我获得薪水 然后呢 公家的事没有必要认真做 只要把 给我权利的长官伺候 只其所以然者有组织 不上段于法 而性下为之也 为什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呢 因为领导者 你自己不用法律 给你的权利 来执行这个法律 该赏不赏 该法律 好 不上段于法 而性下为之也 你什么事情就任由下面你去 而有赏法二比 依法执行的赏法二比 你不去执行 依法执行的赏法二比的 这个依法的判断是来自于什么呢 寻民则许 行民 什么是行民呢 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说他要做到什么 他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就是罚就是杀 有做到呢 就是散就是功劳 这个你不去断 所以领导者一定要什么 再说一次 阳刚的性格 没有阳刚的性格呢 你不适合做领导者 故民主使法责任 不自主使法良工 不自度也 不是你好恶 就拔着谁惩罚谁 愿你谁 要用法律的标准 来查核的他的事工 来责任来良工 而不是用你自己私人的 这个好恶 能者不可避养 败者不可恕 有能力的人呢 他不会来骗你 产生弊端 没有能力的人呢 做错了就会被揭发 被审罚 他没有办法逃掉的 然后呢 群众当中 受到人家 受到人家的赞美的人 群众当中 受到人家非议的人 跟他实际的事工 是没有关系的 不要去管他 遇者不能进 非者不能退 否则一群小人联合起来 指责某一个君子 你就把君子给赶跑吗 一群小人联合起来 称赞某一位更坏的小人 你就给他权利吗 不要这样 君臣之间明辨而易志 就分得清清楚楚 故主仇法则可也 就是通法 通法 这个仇是那个通的意思 我有作为这个 使用的意思 我有作为这个助手 好 又要是好好的使用这个法律 贤者之为人臣呢 北面为致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 大臣就职了 带着简单的礼物 之后就专心听皇帝一位 后面两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朝廷不敢辞贱 君女不敢辞难 有危险的战争要发生 敌军五十万 我给你十万去打仗 我不敢我不敢 各位老师 十万打败五十万的战争 历史上发生太多次了 以寡其重的战争 打赢了太多次太多次了 但你就不敢去 那这样就没办法门到 然后呢 皇帝要任命官员 给你一个小的官位 结果你不愿意去 故作清高 这有什么问题 官位是小 事情是很重要 辞贱 文人辞贱 武人辞难 那你有还有人事权吗 那你的干部都不听你的话 你还是个皇帝呢 所以做干部的一定要听领导者的 任务指判 说什么就做什么 顺上之为从主之法 虚心以代令而无是非 不过皇帝给的指令 主要是有眼光的 如果没有眼光 乱指令 顾下都很忠心耿耿 结果呢 你指挥的结果就把国家玩完了 这例子也是很多的 像我们这个一般史家的评价 就会认为 崇祯皇帝 就是瞎指挥乱指挥 那其结果就把农草的 乱乱乱了 好 这个 故 有口不以思言 有目不以思事 而尚尽致之 做大臣的部下 没有私下的议论 没有私下的判断 都是由上面来做决定 为人成者就是皇帝的手 手呢 上面保护头 下面保护脚 然后呢 清暖寒热不得不救 狼野不停 不敢复活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如果暖 如果冷了 就衣服夹上来穿 热了 不要穿凉一点的衣服 有人家用刀要砍到你的身上 你的手呢 一定要把人家的刀给他 给他打掉 这就是大臣要替皇帝做的事情 无私贤责之城 无私事能之事 而不是什么 大臣只顾自己的家业 只顾结合自己的同党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国家的安务 不顾皇帝的指令 甚至可以把自己国家卖了给别的国家 反正我继续做大官就是这样 这种大臣呢 的例子呢 也以理解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老百姓只要关心什么呢 结党民私就好了 所以明月香而交 明有百里之妻 只要可以跟他私下结合有好处 再远我也跟他交朋友 再远也是我的亲戚 就是这样 老百姓就关心私人的利益 那这样就不行 贵贱不相云 至于极衡而立 至之至 地位尊贵的 地位非贱的 只是你客观的身份 不能够以贵伤贱 你不能够去践踏别人的尊敌 谁有能力谁没有能力 不是小人集团说了算 而是要用标准来衡量 这样子呢 才是有效的政治上的管理 好 下面正经句话 我用红字把它标准 我觉得他讲的太深刻了 清觉入 什么意思呢 皇帝要给你官位的任命 你居然不鸟皇帝 就这个意思 地去王 以责而其主 臣未延 作为臣下有一些德性 廉 诸 人 义 智 这样子 这几个德性呢 按照 韩非子的标准 法家的标准 就是对于国君 结果呢 这个 清觉入 很容易的就离开这个国家 去投效别的国家 这就不是连结 为什么呢 清觉入好像你是连结 你不是真的连结 你是跑到别的国家去 做更大的官 拿更多的利益 这哪是连结 好 乍说你把被主常见的称 不为忠 忠心耿耿就是 问到什么 你就实话实说 结果呢 骗皇帝 把情况说得很严重 所以呢 你得给我十倍的钞票 我才能够摆平这件事情 这样 或者是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你故意说得很严重 你要给我十倍的军队 然后我从中举例 被主讲见 要皇帝给我权利 或给我金钱 让我去为国家做事 但是讲的是虚妄的话 这怎么会是忠诚呢 行贿失利 收下为名 臣不为人 什么意思呢 论语不是讲的吗 群居终日好行小费 言不吉亿难以摘啊 下面的官员 互相私下输送利益 就这样子 行贿失利 这个大官呢 照顾天下的百姓 让百姓呢 赞美自己 这个不叫人得 有人得的大臣呢 不会私下 私会民众 只要政治清明 该给人民的 就要给人民 而给人民的呢 就是皇帝给的 这才是行人证的大臣 忠于国君的大臣 结果你自己呢 用公家的资源 购买私人的 有得者的美名 这不叫人 离俗隐居 隐居 然后呢 批评国君 臣不畏义 我们讲义 就是你要讲对的事情 但结果呢 你是故作清高 然后批评国君 好 外使诸侯内好齐国 赐其为王 贤彼 以恐齐主 这个更严重 结交外邦 消耗自己国家的国力 趁着国家 国势衰落 发国难财啊 比这个还更严重 趁着国势衰落呢 恐吓自己的国君 说 现在这个局面 除了我以外 谁也没有办法摆平 交非我不亲 恋非我不亲 能够来帮助我们国家的 外邦跟我关系最好 如果不是我 人家不会来帮助我们 想要攻打我们国家的外国 他们会听我的话 他们怕 所以呢 要摆平别人的攻击 不靠我是不是 这样子恐吓国君 主乃信之 用全国人民的性命 堵在这个人的身上 以国听之啊 卑主之名以显其身 毁国之后立其家 臣不畏致 历史上这种强臣全臣 历史也是很多的 那韩非子 当然就批评这样 这种臣子呢 最后会不会有好下场呢 通常也是不会有好下场 别的国家真的把你国家给攻打了以后 你就没有利用价值 你一样身遭行灭 此述物者 显示之悦 先王之法所谨也 以上所讲的这几种事情 大臣的一些严重的 过失 这不只是过失啊 为恶 这叫做大臣的恶事 以上这几种大臣的恶行呢 那一些王国的国君通常呢 都乐意接受 但是呢 先王 有能力的国君呢 都不乐意接受 都卑贱 抵制这种实力 简单来讲就是说 权力集中于皇帝 皇帝是有能力的 所以对这些不听皇帝权力指挥的 这些虚角的臣子的行为呢 其实都是要 建堂 都是要处罚的 先王之法说 臣无惑作威 无惑作利 从亡之族 无惑作恶 从亡之路 不能够让大臣 作威作威 掌握太多的利益 唯恶 一切都要听国君的指挥 古者世智之民 奉公法 废丝述 专义一行 拒担任 百姓呢 要接受法律 然后呢 接受政策 然后呢 做得不做 有机会被国君任用 成为国家的官员 这样国家才能够肯定 为人主而身查百官 日不足 利不起 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官员的行为 你都要去一一检查 那你抱歉 你没这么多的时间 没这么多的义气 且上用目 下是官 上用目 下是生 你用什么东西去检查他 他就是有机会 怎么样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逃避你的检查 上用律 下此法安 先王以为三者不足啊 舍己能因法术 神赏法 所以呢 怎么样 要用法律 那请注意哦 法律是必要之恶 还没指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有法律 你自己也不好好用 那就没得玩了 所以呢 这个必要之恶呢 要坚守那个底线 先王之所首要 法省而不侵呢 法律呢 你不要定得太反手 简明恶要 法律的威权呢 才不会被践踏 被欺败 独至四海之内 冲至不得用其杀 写造不得观其宁 这个 有小聪明的人 没有办法使诈数 那平心不好的人呢 没有办法呢 来这个 使用他的命述 奸邪无所依 就是 法律用得好 千里之外 不敢跟你讲假话 在你庙堂之下 身边的人呢 不敢遮蔽你的眼睛 被朝廷群下 大家呢 都全心全力集中于 做公家的事情 就算还有人 品性不好是小人 小人也事单一模 单伟事单一模 不敢相愉悦 所以呢 智不足而日游 尚之任世使难也 你没有包很多力气去同治 但是呢 效果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你懂得用法 用事 仁臣亲其主 这个 就是 强雄士的人 有这个权力欲望的人 永远是存在的 他一定会侵犯领导者的权威 就好像地形 你第四艘滴 水就往下流上去 基建以往 使人主失去了方向端序 东西易灭而不自知 故先王帝思难以朝端系 然后就把法令弄好 民主使其群臣不由益于法之外 法 然后法是什么呢 要寻名则实 法要简单 明了 但你要寻名则实 不为惠于法之内 法律不行的 你再给我再多私下的恩惠 也不能无需 动不非法 所有的作为 所有的作为都要依据这个法令 俊法 所以禁过外私 所以这个言行中法 这个法令要严峻一点 才能够禁止大臣犯错 然后呢 把这些私利的事情排除在外 这要有俊法 言行呢 所以税令丑下 意思说 如果犯错的话 这个处罚呢 一定要落水 好 才要惩罚下去 那官员呢 才会害怕 权威不能够借给你们使用 有人帮你这个半黑脸 你觉得很舒服 我抱歉 你自己得半黑脸 不要老是让别人帮你半黑脸 以后帮你半黑脸的人呢 人家都怕他 不怕你 微不带错 错就是执行 治不共能 你要颁布什么律令 你自己颁布 不要让别人替你颁布 否则的话呢 以后你的权利呢 就是这个别人 来帮你执行的 威治共 众邪章 你的官员可以跟你一起 发号施令 那奸邪就流死而产生了 法不信均行为宜 你本来有惩罚的权利 依法来治理 结果呢 依法治理的权利呢 你没有 自己没有坚定的执行 反而会对你自己产生危险 对你的权利产生危险 行不断 邪不胜 如果你能够落实刑法 不要让刑法断掉 那恶人呢 才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作恶 邪呢 就不胜正了 行如果断的话呢 没有行呢 那邪就会胜正了 所以 巧匠 木翼众神 然必先以规矩为度 就算那个木匠 他已经很有经验 眼睛一看就知道哪 直线是什么 但你还是要用规矩为度 你还是要有那个反那个标准 上日结局重视 比以新王之法为比 聪明才是高的人呢 一下能够想出好的方法 好的政策 但是呢 还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 好的政策呢 述注于这也是 古代新王的政策标准 这样子呢 就有一个依据 有一个根本 所以凡事都有正确的东西 作为依据作为根本的话 神职 广目准 准宜 高科学 权衡学 而重益轻 抖石舍 而多益少 这是形容词很多 总之就是说 法律标准出来了以后 全程 美德 作假 不是说他说了算 要法律符合这个标准 才能够让所有的事情 回到什么 公平正义的轨道上 古以法治国 举措而以语音 法国阿贵 神不恼取 按照法律来执行 有权贵的人呢 也不能够逃避 不能够碰到权贵的人 犯法我就不执行 而要求的呢 都是市值挑乱的事情 或者专门伤害忠诚 法治所加 智者不能辞 勇者不敢争 聪明才智的人呢 没有办法在这边乱说话 好勇斗狠的人呢 也不敢来违逆法令禁止的行为 行过不必大成 赏善不宜皮肤 大成有过也要用行 行不上大夫啊 什么 这个 以不下数理 讲这种话呢 就是潜规则 威权亦士 行过不必大成 赏善呢 不能够因为他是老百姓 你就忽略了就不给他奖上 脚上之痴结下之邪 治乱绝妙 触现其非 依民之鬼过路法 高阶层的人 一大堆的狗屁刀招的坏事情 就靠法律的执行来脚上 这个平民百姓 犯夫走足 一大堆的犯罪的事情 就靠法律来结下 治乱绝妙 把不好的东西改正 触现其非 把这个过多的东西 这个 让他减少 那 统一人民的行为 都是要搞法律 立官威名 严厉的 整治官征 对人民呢 有统治的威权 淫贷的事情 让他结束 诈尾的事情 让他停止 那就要靠十一法 每一个是法 定标准 一个是刑 把坏的东西给他解决掉 行众则不敢以贵意见 就是地位高的人 没有理由的欺负地位 要抢博别人 这是不行的 因为刑法太轻了 他就会去抢博 法审则上尊而不轻 法律确定了以后 这个 国君的威权 威严 才能够受到保障 不会被大臣侵略 上尊而不轻呢 主强而首要 故先王贵之而传之 人主释法而用私 则上下不别 你要把法律掌握好 如果你自己不掌握好法律 用私人的奥物做事情 请注意 谁才是老大 搞不清楚 部下变成了老大 下面这个 还有三章 然后呢 就越来越精彩 分析会越来越细 希望今天能够讲 好我们休息一下